以西节书第39章 人子啊 你要向哥哥说预言 主耶和华这样说 罗斯、米舍和土巴的首领哥哥啊 我要与你为敌 我要使你转过来 带你从北方的急处上来 领你去攻击以色列的重山 然后我要击落你左手的弓 打落你右手的剑 你必倒在以色列的重山之上 你所有的军队和跟你在一起的万族都必这样 我要把你给各种食肉的飞鸟和田野的走兽做食物 你必倒在田野 因为我已经说过了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我必降火在马克和安居在沿海地带的人身上 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我要在我子民以色列中彰显我的圣名 我必不再让我的圣名被亵渎 这样列国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是以色列中的圣者 看啊 那日子临近了 事情必定应验 这就是我所说过的那一天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那时 以色列各城的居民必出来 把武器当柴焚烧 就是大小的盾牌 弓 剑 枪和锚 都当柴焚烧 足有七年的时间 他们不必从田野捡柴 也不必从树林里伐木 因为他们必把武器当柴烧 他们必抢劫那些曾抢劫他们的人 掠夺那些掠夺他们的人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到那日 我必在以色列给哥格一块坟地 就是那些朝东往死海去的人 所经过的谷 这坟地使过路之人无法通过 因为那里埋葬了哥格和他的重军 因此 那地必称为哈门哥格谷 以色列家要用七个月的时间 去埋葬他们 为要洁净那地 那地所有的人民都必埋葬他们 这是我得荣耀的日子 以色列人也必因此得享美名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他们必分派人经常变形那地 与过路的人一起埋葬那些 还留在地面上的尸体 为要洁净那地 过了七个月 他们还要继续搜索 他们变形那地 见有人的海骨就在旁边立个标记 等埋葬的人来把海骨 葬在哈门哥格谷 那里也有一座城 名叫哈摩纳 他们必这样洁净那地 人子啊 主耶和华这样说 您要对各类的飞鸟 和田野的走兽说 你们集合起来 从四围聚集 来吃我为你们所预备的祭肉 以色列种山上要献大祭 好叫你们吃肉喝血 你们要吃永世的肉 喝那地众领袖的血 就如吃公棉羊 羊羔 公山羊和公牛 全部都是八山的肥处 你们吃我为你们所预备的祭 必吃饱之油 喝醉了血 你们必在我的言席上 吃饱马匹 祭兵 勇士和所有的战士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我必在列国中彰显我的荣耀 万邦必看见我施行的审判 和我夹在他们身上的手 这样从那日起 以色列家就必知道 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 列国也必知道 以色列家是因自己的罪孽被掳去 他们对我不忠 所以我颜面不顾他们 把他们交在敌人手中 他们就都倒在刀下 我是照着他们的污秽和过犯对待他们 并且颜面不顾他们 因此主耶和华这样说 现在我要使雅各贝鲁的归回 我要怜悯以色列全家 又为我的圣民大发热心 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安然居住 无人惊吓的时候 就要担当自己的羞辱 和向我所犯一切不忠的罪 我把他们从万族中领回来 从仇敌之地召回来的时候 我必在他们身上向列国显为圣 我使他们被掳到列国去 后来又聚集他们到自己的土地 连一个也不再留在列国那里 这样 他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 我也不再颜面不顾他们 因为我已经把我的灵 浇灌在以色列家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我还能夾他们的灵